为了陪他骑行特地辞职了 对对对 你怎么想的呀当时 不干活了就陪着他去骑啊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医生说 我这个是手术后 后遗症 张峰刚才说 他曾经有两次 就是肚子特别疼 对 那时候 第一次还好 第一次的话 毕竟我们身边 除了我之外 还有两个七星的同伴 后面到拉萨的时候 然后到达拉萨 已经是下午 大概七点左右了 然后他突然间肚子疼 是八点多九点 然后送去人民医院 已经推到急诊室 重症抢救室了 当时心里害不害怕 没时间害怕 已经太忙了 因为当时身边 就我一个人 从急诊室到住院大楼 这两百米的距离 张峰是坐在轮椅上 我推着他过去的 这两百米的距离 他从轮椅上 摔了五次下来 到了那个 十三楼内科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 凌晨四点钟这样子 整个一层楼都睡了 医生也不在 我就去喊医生 然后张峰就直接 滚在地板上喊 当时的心里面 真的是很焦躁 很心急 我也当时是很 爱莫能助 我也希望把身体借给他 让他起码地缓一下子 所以真的蛮复杂的心情 所以我觉得 人生的路途上 有这样的一个好朋友 这哥们儿真不错 这哥们儿真不错 真的很了不起